怀孕流产再怀孕案例 调理自己的身体 我是在两个月的时间 喝了一斤的干酱片 每天晚上温敷20分钟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尝出来自己怀孕了 家里人都特别的开心 就又开始给我买各种各样的水果 让我吃 忍不住嘴馋我就又吃了起来 而且由于我怀孕的反应特别的严重 于是姜汤我也不喝了 温敷也停了 就是这么多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的身体已经到了非常寒的地步了 而且我对原始点的理论 没有真正的去领会 只是需要一点皮毛 就觉得挺简单的 所以说我是在身体 还没有完全调理好的状态下 就怀孕了 加上怀孕之后 我也没有按照原始点的理论去做 所以导致我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胎死腹中 然后流产了 但是当时就只是流了一个血块 还有很多的血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咨询了工艺点的义工老师 接着就开始24小时温敷 姜汤的用量就加大了 每天就是一两的干姜片 并且加了一些人身的切片在姜汤里 每天我先生帮我按推下背部 还有剑锥 早晚各按推一次 到了第九天的时候 我就感觉肚子特别的疼 而且一直流血 出现这个情况 心里又特别的害怕 就又联系了我们的义工老师 义工老师开导我 让我不要害怕继续温敷喝姜汤 并且按推下背部和间锥 按推完之后肚子不疼了 但是血还是一直在流 流了差不多有20分钟 我就感觉有一大块东西 伴随着一些血块流出来了 就把这个情况 跟那个义工老师说了一下 老师又盯住我 让我放松心情 不要害怕继续温敷喝姜汤 之后呢就是流血就很少了 到第六天的时候就彻底干净了 又过了几天 我们去做了采钞检查 没有任何的残留留得非常干净 有了这次怀孕又流产的经历之后呢 我就对原始点更加的深信不疑了 每天用原始点的理论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又买了一个大的保温杯 就能够保证无论是上班还是外出 都能够放上浆烫了 出门的话就把小腹部还有腰部贴上暖贴或者浆贴 回来之后呢就是红豆袋温敷 整晚呢都是用电热毯温敷 先生有空的话就会帮我按推上背部下背部 还有间缀的地方 每天都会坚持运动 走路散步羽毛球 送金操 还有养窝齐坐等流氧运动 一直坚持念佛送经 来保持自己的心情的一个平和 过了五个月之后呢 我又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 现在已经是八个多月了 整个孕期还是按照原始点的理论去做的 只是把姜汤改为深汤了 每天还是会用红豆袋去温敷 由于是怕压迫的摊儿呢 按推基本上就是停了 在整个孕期 运动就改为走路 也一直坚持念佛送经 保持心情的平和 也希望自己在原始点的调理下 体质越来越好 还有一个月的预产期 争取到产期的时候呢 能够平安顺利地 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